這兩天我餵他吃東西他就說 你不知道身為歌后的老公是不能胖的 不能胖的嗎 肩肥永遠是明天的事情 就別為難51歲的大叔了 沒錯 本日主角NONO 咱們先叫著回歸給 唔哈哈大師NONO哥 咱是最幸福的主角 乾嘛捏 12日下午咱們在東區 遇見抱著女兒的NONO 不過本該故愛噴發的場景 搬到限時只剩大協的無奈 說好的幸福呢 還好幾分鐘之後 在一旁逛服飾店的朱海君 又主動想起打明湖畔的老公和女兒 立刻出馬拯救NONO 於水深火熱之中 雙雄好不容易得到自由 當然36G走為上策 照顧責任 拱手交換 換NONO獨自走到NET逛逛 我到底上輩子燒了什麼好笑 他能夠有我今天的老公 千萬不要以為朱海君 只是在說場面話喔 畢竟NONO 可謂副業中的人生勝利族 他曾在西門町 與人合作潮牌店美國工廠 之後更成功的代表作 就是與人合資猛甲雞排 2018年的時候 年營業額還高達5千萬 更了不起的是 NONO還懂得劍豪就瘦 如今他全都紛紛退出股份經營 過著累退休的小日子 You know 約末30分鐘過後 NONO緩緩從服飾店裡走出來 就算手裡多了一大袋 也是合情合理的 結果NONO告訴我們 這一大袋是工作要用的衣服 厲害了吧 這樣就會整個人很興奮是不是 事事事 窗外已經有一個小粉絲 快要按納不住 他內心的洪荒之力了 而且他身上的衣服 就是大大的NONO 不管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一看就知道是NONO家的孩子 看到爸爸走出店外的NONO妹 立刻發動可愛光播融化啦 哪次不融化了 說到女兒的部分 說好的第二胎 Are you ready 你講話 一定要比我還辣嗎 我覺得自然 那我們會安排 對 你會特別是齊齊的小想法 你真的有開玩笑嗎 我說左床 我們又來開玩笑了 最後的最後 就是NONO家一家三口合體 然後繼續在東區留大 享受幸福的親子時光 事後NONO也跟蘋果分享 NONO妹現在二年級 學校適應的算正常 成績也正常 因為我以前功課也還好 希望她跟同齡小朋友一樣就好 NONO妹平常有去學跳舞 不過現在疫情就沒去 儘量在家 還有鋼琴課也是先暫停 像我要外出工作都很注意 一切以防疫為優先 人家曾經說你跟NONO的搭配是美女配野獸 真的嗎 那你覺得 還是NONO哥 你心目的話是 今天以下最算的嗎 當然喔 那下輩子瘦一點會比較好 雨的東新聞 那下輩子瘦一點會比較好 報道